蓝旺基一直追着他视线 见他骨嘴迷眼 表情灵活 从满脸嫌弃转到月月意识 略有所悟 看着他慢慢道 我也有个想法 魏无羡看他 两人目光相对 不须多言 已然心领神会 略加交流 魏无羡眼力放光 你也是那么想的 哈哈 自我者 蓝战也 不过 蓝战 我跟兄长说 魏无羡二话不说 扑过来霸击一口 眉飞色舞 蓝战 我都有点儿迫不及待等那一天了 蓝旺基瞥他一眼 吹萌 我一如是 你再细想想 我且去回复兄长 不知会在云梦停留多久 这边可请兄长先行预备 携了蓝戏城拿来的大后册子去了韩世 旺基 这是你的还是阿县的主意 听了蓝旺基所说 蓝戏城满脸不以为然 我们俩的 蓝戏城摇头 旺基 你 你怎么也胡闹 这不合 兄长 事无定规 况且 这是我和魏英的事 我们 蓝戏城定定看他 摇了摇头 你们俩呀 口气却是妥协了开明 体恤向来是他所长 也未尝不可 束缚不知能不能允许 待我过后好好说说吧 谢兄长 旺基还有件事不知如何是好 想请兄长参谋 蓝戏城挑眉 关于藏色散人和魏前辈 蓝戏城懂了 魏英的身世 是家中都有所闻 他又年时父母羽于叶列 流浪中被江峰绵江宗主找到 带回云梦扶养长大 是想为两位前辈立种摄灵 蓝忘机摇头 我问过魏英 他说父母当初事故无存 早归于草木山川 宗舍林种 也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虚妄 还说按他的性子 他父母也定是超然洒脱之人 不须此生就够了 他对生死之念 与常人不同 微梗 为那个历经劫难的人 但他心里 始终还是念这两位前辈 那天山路上 他流泪说想起爹囊了 生生在他心里着出了伤 他不记得父母的样子了 我记得叔父多年前曾提过葬色散人 不知 你想让叔父跟他讲讲他父母的事 不等蓝忘机回答 蓝希臣点出难题 但是叔父并不愿谈及藏色散人 你想让叔父跟他讲讲他父母的事 不等蓝忘机回答 蓝希臣点出难题 但是叔父并不愿谈及藏色散人 蓝忘机垂头 忘机知道 蓝希臣看了看他 叹气 知道还不打消念头 你是有多执着 忘机 我和叔父未到无话不谈的地步 叔父也不会对我有求必应 虽则他是家主 是长直 忘机知道 蓝忘机还是垂头 是以邀请兄长想想有无可行之法 蓝希臣无语 你的意思竟是无论如何都要达成所愿 不管你兄长是否有那个能力 急不得 一看蓝忘机抬眼 赶紧掐灭他眼中西纪的小火花 此时我不能许诺 只能说多留意 见机行事 谢兄长 忘机口捉 怕触怒叔父 踏破天荒的肯解释 怕 蓝希臣重复了一生 不演玩味 忘机啊忘机 和叔父对枪熟正熟邪是不怕 关函谈动三年不怕 在不夜天和精灵台与众师家打的天昏地暗不怕 这时候你说怕 这世间还有你怕的事 是怕触到叔父痛处令他伤神 还是怕触怒了叔父 再无法知道阿县父母的事 都怕 蓝忘机垂手 老老实实作答 蓝希臣无话可说 知道了 不是说明天去莲花物 替我给江宗主问个好 这边我和叔父商定完就开始着手 不日当亲父云梦 他们方才已把婚事的所有事宜都顺了一遍 他们两个共同斟酌过的 但不会再有措施 叔父那类 也不过是禀告一声罢了 蓝忘机行理应是三叔六礼的事 不须他和魏无羡操心 换句话说 接下来他俩大多时候看别人忙就成 望羡二人无事一身轻 次日天快黄昏到了莲花物 魏无羡两不一颠的洞进屋 江城还以为看错了 魏无羡你怎么这么快怎么来的 一看紧随其后稳步上街的人 白了魏无羡一眼 不时分情人的整衣 仙都蓝忘机蓝忘机还礼 江城看魏无羡这人吃药了 认识都快二十年了 谁不知他是蓝忘机 还用自我介绍 蓝正的意思是在家里不用叫仙都 叫他名字 上次不是说过了吗 魏无羡不满的白江城 意思很明显就是蓝正都记住了 你怎么没记住 江城看不得他的嘚瑟样 直接找茬儿 你怎么进来的 怎么没人通报 对吗 我没人通过了吗